饮食是孕期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,饮食规律,合理膳食对孕妈的身体健康有帮助,也能够保证胎宝宝的营养摄入,给胎宝宝茁壮成长天佳保障。 但是有顿饭,一些准妈妈却总是没有吃早餐,睡懒觉,脱颜整,到中午才懒洋洋的从被窝出来。 早餐这顿饭自动被过滤掉了,有些准妈妈甚至习以为常了,早餐真的不能省,准妈妈自己觉得不饿,但是胎宝宝还在受饿受苦,对于麻不良影响一,低血糖。 怀孕是特殊时期,准妈妈的身体素质不比平常人,如果准妈妈不吃早餐,容易引起低血糖,头晕严重一点的甚至是晕倒,要是体质差点的准妈妈,甚至会有流产的可能性。 二,容易出现消化的疾病,准妈妈睡了一晚上,胃肠内的食物都已经被消化光了,空荡荡的胃部急需要食物填充,而且有的准妈妈就于早餐没吃,明显的饥饿感,促使准妈妈中午进食大吃大喝,给胃肠造成了负担,容易引起消化不良,未连的胃肠疾病。 三,便秘,运气有便秘的准妈妈,应该知道便秘有多难受,要是不吃早餐,会加重便秘的程度,准妈妈会更难受,让胃肠有食物消化,才能促进排便。 要是运气,没有便秘的准妈妈,经常不吃早餐的话,可能会导致胃节肠反射作用失调,从而产生便秘,对胎儿的不良影响胎儿,需要健康正常发育,以不堪准妈妈的营养输送。 准妈妈不吃早餐,少了一餐的营养输送,准妈妈不要以为少了一顿没关系,中晚餐不回来就好了,早餐是每天的第一份营养,有了她才能够放醒沉睡了一晚的身体。 准妈妈要是长期不吃早餐,胎宝宝的营养需求肯定会受到影响,可能会导致胎宝发育之晚,营养不良。 营养出生后,身体素质可能也会比较差。营养有话说早餐这一顿饭,准妈妈要重视起来,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,也要为肚子里的胎宝宝健康着想。 胎宝宝要是饿着急了,也是会造反的,所以准妈妈不要偷懒,早餐一定要吃,而且要吃好,图片来源网络。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